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设计语课堂的重要动因 我们想做的就是把在线教育和实体课堂的优势相融合 去连接 去影响 去服务课前 课上 课后的每一个环节 有了语课堂 我可以在课前给学生推一个PPT 这个PPT可以包括视频 我录的声音和我布置的习题 学生就可以逆袭这个PPT 于是他就可以带着脑袋来上课了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在上课之前 可以知道所有学生的预习情况 这样我也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准备 在课堂上语课堂可以给我两大帮助 第一大帮助的是说 我的授课的PPT是实时的推送给学生的手机端的 学生听这个PPT如果没听懂的话 他可以点不懂 而且这个不懂他可以课后来进行复习 多少个学生对于某一页PPT点的不懂 我是能知道的 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另外一个好处是说我可以给学生推题 而且要求学生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这个题的答案返上来 而且学生能够知道他做对了吗 其他同学做对了吗 所以这两个工具就使得我们给传统意义上的课堂 增加了很多精密的仪表 我能够知道课程的进展 我能够知道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我觉得最棒的是它的易用性 就我们传统意义上接触到很多其他的东西需要硬件 这时的作为一个老师来讲 只要你会PPT或微信 好用是我们设计语课堂的一条准线 就像数据不光要大还要全面实用 在线教育的资源也不能老在云上 还要出风话雨 要实实在在地落地 有人可能会觉得语课堂是未来的课堂 要我说这没未来什么事 我这不都用上了吗